舞龙表演 即兴富施 嘉兴的端舞比过年还热闹 龙舟进度 踏白船 江南民族为何能吸引八方游客 舞黄宴 龙舟花灯船 创意端舞会带来哪些新奇体验 舞独头湖 端舞豆草 传统文化又释放出怎样的消费活力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端舞消费新观察 浙江嘉兴 过端舞 到嘉兴 2011年浙江嘉兴的端舞民俗文化就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嘉兴以浓厚的端舞传统文化氛围卸了来自全国的目光 龙舟竞赛和踏白船表演赛是每年嘉兴专务节最火热的活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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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坑枪 批波展浪 这里是嘉兴市区的西南湖生态公园 龙舟竞度和踏白船表演赛正在进行中 伴随着坑枪有力的鼓声 八支龙舟队 七支踏白船队批波展浪 队员们奋力挥动船桨 引起现场观众的阵阵呐喊和欢呼 我要带孩子来看看龙舟是什么样子 氛围很热烈的 小朋友很多 我专门陪小朋友过了 伴随着比赛的鼓声 吆喝声 加油声充斥两岸 现场描迹着浓浓的节庆氛围 经过多轮角逐 最终有着十多年参赛今天的嘉善蓝剑龙舟队获得冠军 很激动 刚刚滑倒的时候都跳起来了 这场胜利我们队员们执行得非常好 感谢他们 也是他们的功劳 我现在心跳还一直在跳 我感觉是最多的一年 就参加以来 周边你看看都满了 都满了 所以他们的欢呼也给我们带来了鼓励 跟赛龙舟相比 踏白船表演赛显得更具地方特色 踏白船 又叫摇快船 是古老的端午民俗竞技活动 最终 嘉善县姚庄镇渔民村队 夺得踏白船400米直到竞速赛第一 据了解 这已经是他们连续14年 蝉联该项目冠军了 那么踏白船这项盛行与水乡的民间竞技 为什么能连续多年在嘉兴盛演 并赚足观众的热血与呐喊呢 比赛结束后 我们跟随队员一起来到了嘉兴市嘉善县 姚中镇渔民村旁的一条小河 队员周亮亮告诉我们 平时他们就是在这里训练的 我们基本上都是家里的主劳力 然后在家里就是说干活啊 或者出去打工啊都是主劳力 所以力气还都比较大 你看他们的臂膀你看看 特别特别素 记得发现队员里并不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不少竟是年过五旬的长者 他们平均年龄五十三岁 别看大家的整体年龄都不小了 但却是嘉兴当地实力最强的队伍 年龄段反正是贯穿了是六零七零八零九零 像这些年龄年长一辈的 都是我们村里以搞养殖为主的 然后像我们岁数轻一点嘛 企业里上班的 是这样的 您家做什么工作的 养甲鱼 您家养了多大面子呀 七八母吧 我也是养甲鱼的 养了二十几年了 你们都是一个产业 对对对 您在床上是什么岗位 我划奖的 我是有那个大挪的 渔民村的村民过去都以捕鱼为生 如今全村一起养殖甲鱼 不仅队员都不是专业运动员 就连比赛用的木船也十分破通 是由以前渔民的住家船 改成的竞技项目踏白船 老一辈渔民们对水性比较熟 这条船就是家 家就是船 他们世代以来就是说 以前渔民没上岸的时候 生产生活就是在这条船上的 像架山 像窑庄近一点的地方 赶个集市就摇着船去 据说踏白船齐名的来由 与岳飞有关 宋朝名将宗泽 因赞赏岳飞的才能与忠勇 任命他为踏白石 这也是踏白船的由来 只为了鼓励赛船者 以岳飞的无畏气概参加进度 今年嘉兴以龙舟竞技 在加星过端午 在加星过端午 紫城遗址公园 其中一个公园 是今年嘉兴大学的 最后的第十个 一条船 除了热闹刺激的水上项目 在加星过端午 还有许多精彩内容 紫城遗址公园是今年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的中心打卡地 如果要为今年端午期间嘉兴哪里最有光头 那一定是紫城广场举办的端阳大吉了 端阳大吉不仅有热闹喜庆的舞龙表演 还邀请飞仪传承人现场展示记忆与市民互动 而且还有粽子咸鸦蛋等嘉兴传统美食 在百年老子号的黄九摊位前 还能了解到黄九与端午节的渊源 这个舞房里面就是黄九其中一环嘛 辟邪的好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这个已经看不到了很少了很少了 跟端午文化联合起来 向大家心的人民转世这种文化的魅力 除了传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以当地的一些民风文化为主 比如说这个世子和如意配在一起 就是世事如意 人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和美好的期盼 都表现在我们的兼职作品里面 在嘉善县啤酒龙虾节也开幕了 活动现场迎接了船长龙虾 九段香等十九个小龙虾商户 无论是油闷十三香 椒盐还是冰镇咖喱 知识各种口味应有尽有销售火爆 咱们就是一直顾不上货 对后面一直在烧 来不及烧 我们准备了一千斤 希望今天晚上再玩 高考之后靠劳一下自己放松一下 然后就准备一间大学生活 喝着酒吃着龙虾 下着鱼听着音乐 这感觉非常好 特别好 为进一步点燃夜市气氛 现场还设置了青春夜市 星空夜市等各种活动 民间歌手和乐队的演出燃爆现场 市民们享受端午节独特的夏日盛宴 我们将具教嘉兴的产业特色 将精心制作两张地图 一个是购在嘉兴地图 一个是持在嘉兴地图 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具教嘉兴特色的 一个新的消费模式 也就是白天逛嘉兴的工厂店 晚上欣赏嘉兴的业经济 今年端午假期 嘉兴纹铝市场持续火热 嘉兴A级以上景区和3A级以上景区村庄 假期共接待游客9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7.5亿元 同比2022年同期分别增长 121%和445% 旅游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12.3% 浙江嘉兴被誉为粽子之乡 据说中国人每吃掉10只粽子 就有3只来自嘉兴 在这里大大小小的粽子企业 超过上百家 在这里工人每分钟最多可裹7个 随后裹好的粽子被放入巨大的蒸锅中 蒸煮包装后就可以销售了 生产销售出货 端午期间正是粽子企业最为忙碌的时候 那么今年的销售情况如何 哪些口味卖得最好呢 最高峰的一天的产量总共在80万 今年我们整个订单 实际上是比往年比去年比吧 我增加了20% 真空的钻比还是最大 将近达到我们50% 那我们的新鲜粽子 我们的奶还是20% 在浙江嘉兴的另一家生产企业里 五辆大货车同时在场地里进行装货 副车人告诉记者 目前正是忙着发货的时候 这两年企业在粽子的口味 以及保鲜技术上不断进行研发 让新鲜的粽子销售到了更多的地方 在嘉兴某粽子企业的总部大楼前 一个个小小的直播棚里 主播们正在推荐着粽子礼盒 而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今年他们也开发了很多新品 满足了很多吃货的要求 就他们觉得普通经典的大肉粽还不过瘾 我们加料 就是像蛋黄从一颗变成了两颗 肉从两块就变成了三块 健康的人群啊 它有一些健康的要求 所以我们开发了这款大黄米粽系列 粽子作为我国的传统洁净食品之一 也日益受到海外市场青睐 越来越多的国产老子号粽子 纷纷走出国门 据嘉兴海关数据显示 今年截至6月上学 嘉兴粽子累计出口88批 495.3万元 同比增长2.2% 出口市场覆盖欧美等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像加拿大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等 都有我们的这个种子的这个 就是华人的超市都有卖我们的种子 端午节期间 在嘉兴国际会展中心 还举办了文化产业博览会 据说逛一遍展览 不光可以了解嘉兴 还能感受到祖国各地的不同精彩 活泼优美的藏族舞蹈 热情欢快的锅庄 走进展馆 仿佛置身多彩的民族世界 现场演奏起了一种特殊的乐器 《枪笛》 《枪笛》是我国古老的单黄器明乐器 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流行在四川北部阿坝藏羌自治州 枪族居住地 除此之外 还可以看到 《枪笛》《饮酒醉》《饮首串》《饮首镯》等 像我们那边是茶马古道 然后这个都是我们茶马古道 就是我们印上去的一个logo 就希望我们的产业让更多的人去看到 让农户的东西都销售出去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次活动 既能够让嘉兴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嘉兴对口地区的群众的一些民俗风貌 也让对口地区的一些群众了解嘉兴 在展会里 肉粽口味冰淇淋深受欢迎 不少市民特地前来品尝 让大家在宵下解暑的同时 还能体验独特的嘉兴味道 没吃过这种 毕业实质 味道很好 很苛袋 很有条件 味道也很好 端午了 然后也比较应景 把它推向了我们的市面上 然后让大家尝一尝我们的嘉兴的一个特色 当然 在展馆里也少不了文艺法 走在展区 如果想放慢脚步 不妨来同乡展区听首小曲吧 位于嘉兴同乡的乌镇 拥有一千三百多年建镇时 是典型的江南水江古镇 这里举办的乌镇戏剧节 和世界互联网大会 更是被大家熟知 到乌镇过端午 会有哪些新奇体验呢 为了探寻古镇魅力 我们邀请到同乡市传媒中心 主持人唐衍明 带我们一起探寻 走在古镇里 更有这个节日的氛围了 到处都古香古色的 古运十足 是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集市呢 也是乌镇西大景区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它叫做茶艺街 每年呢 尤其是像重要的节日 比如说端午节 中秋节的时候 这里就会摆上 像这种夜市 或者说热闹的集市 这种业态 在这个集市当中 也穿插了一些 游客们可以体验的一些 好玩的创意活动 端午节期间 乌镇茶艺街南场的 综艺市集热闹非凡 古镇的传统节日 又会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呢 刚走进集市 我们就看到一家摊位前 拒绝了许多游客 这是在做什么呢 慢慢吹一点点 太棒了啊 小白兔 太漂亮了啊 高兴不高兴宝贝 哎呀开心啊 这位自称陈大吹的老师傅 正在为大家表演吹糖仁的技艺 陈师傅一边吆喝 为游客鼓劲 一边巧妙地将麦芽糖捏成小动物的形状 不一会儿一个糖仁就做好了 这看起来是什么造型呢 我吹的是小兔子 小兔子 我吹的是老虎 我们是从哈尔滨来的 我们在哈尔滨就是找这种需要吹的糖仁 从它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找 就没找到 然后今天到这儿 他就看到了 然后我们站那儿就排到后面买一个 在陈师傅的指引下 一个个造型可爱的小老虎 小兔子纷纷纷唱 我们也忍不住想体验一下 慢慢吹啊 一口气吹开始 对 吹吹吹 加油吹 加油 我已经眼冒气气了 再加油 再加油 这是天鹏大元帅 小猪 真的好难 我现在已经整个人缺氧掉了 别看这么小小的一个小唐人 真的需要很多的力气 小朋友都吹小兔子 我们就变成小猪了 对 我这感觉好难 除了吹唐人 在乌镇综艺市集 还能体验众多端午传统习俗 我们也可以看到 后面人山人海的 人最多的地方 最热闹 最好玩的地方 然后我们这个综艺集市呢 参与规则 我们这里有个指示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通过这个集章的方式 来在现场做任务 获得六个奖章以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些丰厚的奖 据说参与这些传统习俗活动 并顺利通过 便可以兑换惊喜礼品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我们打算一起挑战一下 首先来到五毒头湖 五毒头湖是一项端午传统习俗 五个湖上分别画着 壁虎 蝎子 蜈蚣 蜘蛛和毒蛇 拿箭 投中 就是为民除害了 首先让我们的记者来体验一下 要投中三个湖 对 不能重复 我先来试一下 看起来距离不远 应该是不难投的 信心满满 来 先来蛇湖 最近的这个 差了一点 真不简单 看起来距离很近 那其实不太好预判的 经过一番努力 记者十只箭竟然一箭未中 不禁让人大跌眼镜 随后唐衍明开始挑战 他会争弓吗 先来个蜈蚣吧 好 我最怕这个 这就算是 真的是拿箭尾要比较容易啊 虽然巾帼不让徐梅 成功投进了两只箭 不过和记者两人加在一起 也没有达到规则要求的三只箭 最终挑战失败 不过随后两位参与游戏的游客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其中这位男士 没费多的力气 就成功投进了四只箭 这还可以吧 因为胳膊长它有点优势 祈福画额童样式端午节传统习俗 而集市游戏的要求 就是由摊主在游客额头写下一个字 成功猜中即为挑战成功 这个有点难度 笔画好多感觉 这个时候窗帘上会贴的东西 洗 啊 剩下最后一关 来到香包摊前 调配一个自己心仪的端午节香囊就好了 七女士成功调配好香囊 随后在手机小程序上 点亮了全部六个图标 所有任务都完成了 是否可以兑换礼品了呢 我们决定跟随七女士一起去看看 最终在对讲处 七女士获得了一盒夹心粽子 没想到逛古城集市 切身体验节日习俗 还能收获到礼品 可能平时的话 有机会也只是逛街什么的 但是这个的话 可能带着任务吧 然后又有礼品 就觉得还挺有这个积极性的 这又会是什么独特美食呢 我们当地人呢 在端午节期间就会准备五黄宴 那么我们这边开展 五黄宴呢也是有寓意的 就是端午安康 然后在这一天吃 就是说五黄宴特有的一些食材 会带来这个整年的一个 合家团圆安康这个寓意在里面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呢 就是说成规模的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也让我们来到乌镇旅游的游客 能够感受到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之前在南方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吃这个嘛 夜幕降临 约上最亲近的人 坐在巷子里品尝别具一格的五黄宴 观赏夜晚里的龙舟花灯船 似乎这才是江南独有的浪漫 今年的话 整体我们目前的话 像住宿率 我们屋镇民宿的话 基本上一房篮球 已经达到了98%的 整个的一个预定的情况了 像我们整个的度假酒店已经90%多 那整个客流量的话 今天是我们当午的首日 已经基本上超过2019年的同期了 可以说这次端午假期 这个游客量也好 还是我们的旅游收入也好 都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这也是值得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 像昨天首日 屋镇景区的游客接待量 就达到了4万人次 那旅游收入突破了以往 达到了1000万 那所以说这一次 是我们疫情之后 除了五一假期 这是第二个旅游高潮的 可以说 旅游消费也带动了 我们整个旅游市场的快速复苏 据统计 端午期间 屋镇所在的同乡市主要景区 共接待游客17万人次 同比增长310% 旅游收入3559万元 同比增长559% 加兴三大5A级旅游景区 共计接待游客38.34万人次 同比增长281.04% 从全国来看 端午节期间 243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域夜间客流量 达3625.3万人次 平均每个集聚区 每夜4.97万人次 较2022年同期增长38.8% 麻辣火锅 青花椒烤鱼 椒麻兔 腾椒鸡 麻的带劲 麻的够爽 麻味走出川鱼火爆全国 时下年轻人为何对麻味美食情有独钟 青花椒 红花椒 藤椒 有什么不同 做菜时到底应该选用哪种花椒呢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